中國經濟在最近30年來取得發展 中共政權不斷藉此向民眾和國際社會表工 對此致命中國藝術作者格瑞格·奧特瑞表示 所謂的經濟奇蹟是中國民眾在外資的幫助下 通過自己努力創造的與中共並無關係 6月23日 國防論壇基金會在美國國會舉辦國防及外交政策論壇 邀請致命中國藝術的作者格瑞格·奧特瑞分析中共對美國的全面滲透和間諜行為 奧特瑞教授表示 清華戰爭給中國經濟帶來重創 而中共的統治對中國民眾的迫害更是雪上加霜 在給國會議員的經濟帶來重創 財經濟帶來重創 只有當時共和國會議員終於知道 我們必須要玩美國的遊戲 我們必須要讓中國民眾有少許的自由 開始做出自己的商業 讓人們能夠照顧自己的負責 但是人們都做了 在给国会议员的建议当中 奥托瑞教授首先提醒 美国政府绝不能忽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恶力的人权状况 人权与贸易应当紧密相连 奥托瑞教授 如果美国为了获得廉价商品 忽视中共侵犯人权 破坏环境的恶行 最终将不得不分食恶果 新唐人记者林乐宇 李安哥 美国华盛顿特区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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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华盛顿特区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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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